很多新手朋友在使用电烙铁的时候 特别呢就是焊接一些电线 或者是一些电子元件的时候 很不容易把它焊上去 即使呢就是勉强把它焊上去了 然后呢一转就掉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使用电烙铁这个经验 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呢分成两种情况 第一种呢就是电烙铁如果前面不粘锡怎么办呢 第二个呢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焊接的一些技巧 首先呢如果电烙铁啊 上面这个头不粘锡了 像这个锡啊往上面一放 然后就掉上面了 不往上面粘 像这种情况呢 首先先把这垃圾头给它处理一下 处理方法呢也非常简单 首先呢就是找一块这样的报废的电烙板 然后再有锡的这部分呢 给它来点焊锡 多来点 之后呢再蘸点猪汉膏或者是松香都可以 然后呢就在这个电烙板上面 就这样 这样摩擦几下 然后这样摩擦几下 经过这样摩擦一会儿啊 然后这个烙铁头上面这个洋画层就可以把它给摩擦掉 摸完之后 我们看上面粘了很多的锡是吧 然后呢我们就来焊接上面的导线 焊接线之前呢 首先想要焊接的饱满 首先第一步呢 先在这个上面呢 线头上面来点猪汉膏 如果没有猪汉膏 弄点松香也可以 弄完之后 然后呢 开始先在这个线上面上点焊锡 哎呦我们看 这样上完焊锡之后 然后呢 我们往这个上面焊一个 焊的时候你看一下 如果焊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锡比较少的时候呢 先给它来点焊锡 焊之前呢 也来点焊油 然后我们来看 就这样轻轻的一放 一下就焊上去了 我们来看啊 看那效果怎么样啊 是不是焊接的非常的饱满 是不是 经过这样焊好以后啊 无论怎么拽 怎么拽 怎么拔 这个线也不会拽掉 即使把这个线拽断了 它也没有问题 也不会拽掉 这就是一个焊接的技巧 然后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第二种情况啊 就是呢 有的一些啊 我们焊接电线的时候啊 这个电线 无论怎么弄 它也不上锡 怎么办呢 不上之前呢 首先 来点焊油 如果呢 还是上不了锡的时候 就说明啊 这个电线 上面有氧化层 它是不粘锡的 遇到这种情况呢 处理方法呢 就是 先找个刀片 或者一些金属的东西啊 就这样给它刮一刮 先把线 上面这个氧化层 给它都刮干净 都刮好了之后 然后呢 接下来 拿点 猪磷膏 我们开始往上面焊 焊之前的也是一样啊 现在这上面 多来点 焊锡 然后来点 猪磷膏 猪磷膏的作用呢 是 可以让这个焊点 焊得非常的饱满 非常的圆 圆润 焊完以后 可以看一下 也非常的饱满 是吧 这样焊接 才是最牢固的 包括 焊接一些电线元件 像这些三角的 或者凉土的 这样的电线元件 使用的方法呢 也是这样的 焊接的时候呢 是有个重点的 首先呢 先来点焊油 然后放在这个板子上面 在焊的时候啊 首先 先给板子加热 等这个锡融化了之后 然后呢 再来上焊锡 这焊锡的 融化的温度呢 不是靠烙铁的时候融化的 而是靠板子上面 就是靠这个烙铁 传给板子 然后板子上面的温度 把这个焊锡给融化掉的 仔细来看 看到我这个焊锡没有挨住 老铁头 这个锡已经就融化了 是吧 这样化好之后 然后呢 然后啊 再来往上面焊 这样焊好之后 才是非常的饱满 非常的牢固 怎么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